7月12日是刘涛的生日,王柯也在当天曬老婆测颜美照为其轻生,并配闻到梦里花落之多少,充满了文艺份。 照片中刘涛站在蓝天之下,侧面对着镜头,头发被风吹起,遮盖了大半面旁,但仍可以看到涛姐温柔的笑容,真的太美了。 网友们看到后也是纷纷在评论区送上祝福,哈哈,要永远幸福哦,祝涛姐生日快乐。 刘涛2007年闪婚王柯,两人的婚礼可谓是轰动一时,但婚后王柯因生意亏损,欠下商议巨债,两人的婚姻面临巨大挑战。 曾在婚后决定退出娱乐圈的刘涛,为了替丈夫还债,重新回到娱乐圈拍戏挣钱还债,刘涛也被称为中国好媳妇,而且近期关于两人离婚的传言一直不断。 此前有网友爆料称,L涛雇了顶级公关团队要和她老公开私了,被一世在爆料刘涛。 刘涛工作室立即发文辟谣此事,称假已截图取证,绝不姑息。 在近期播出的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中,刘涛在闺蜜秦海陆的陪伴下与王柯公开视频连线,夫妻俩公开申请表白之外,刘涛更直呼,一定会幸福,类症婚姻依然甜蜜。